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这里我们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一下 上个星期发生的车谈大小事 第一则新闻 Toyota再次公布 GR Corolla的预告图 预计会在2022年发表 其实一直以来 Toyota给人的印象就是 家庭车然后不够的运动化 可是在现任的社长 丰田张南上任之后 他们急劣地想要摆脱这个情况 像是GR Supra GR86 跟GR Yaris 相续推出市场之后 下一款即将到来的GR款式 就是这个GR Corolla 和GR Yaris不一样的是 GR Corolla 并不是限量贩售的 它是一款国际车型 也就是说在美国 欧洲 日本 亚洲等地 都可以买得到 根据国外媒体的这个预测 它采用的引擎会和GR Yaris一样 是一具1.6公升的 三缸涡轮增加引擎 这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272PS 除此之外 为了日常的使用性 它并不会像GR Yaris一样 只采用这个三门的设定 而是一款正式的五门悬贝车 在性能跟使用性兼具的情况下 这款车会不会成为你的新头号呢 同时我们也相信 UNW Toyota 也会在未来 引进这款车 现在就看原厂什么时候 会发布这个GR Corolla的 第二则新闻同样的也是会在 2022年登陆我国市场的新车 它就是KIA EV6 SUV 实际上在KIA更换了全新的代理之后 它们有着非常多的产品计划 除了一般的这个内燃机车款 混合动力车款之外 它们也将在明年的年末 与我国引进首款电动车 KIA EV6 这款车可以说是原厂的旗舰 SUV 除了有着非常好的信念之外 外观设计也是非常的帅气 这个KIA EV6 有着多种引擎选项 其中动力输出最强的版本 可以在3.5秒完成0到100的加速 除此之外 它的续航能力也非常的亮眼 长续航版本呢 它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km 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政府公布的 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 电动车呢 将可以获得100%的免税 这代表着KIA EV6 可能会以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 进入我国市场 大家会不会去抢购这个电动车 来尝一尝鲜呢 第三则新闻 广汽传奇GS3 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售价从88,800令吉起跳 这款车型目前是以CBO的方式 在我国贩售 根据原厂表示 在未来他们也会有CKD的计划 我国市场的这个GS3 严格来说并不算是高规格的版本 因为像是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等等它都是没有的 而它搭载的引擎是一具 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并且拥有广汽传奇的专利技术 控制燃烧技术 根据原厂的数据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14HP 缝制扭力表现150Nm 它让人惊喜的地方就是它的变速箱 在这样价位的车款 你可以买到6速的i-SING的 自拍变速箱 其实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只是目前来说 这款车不管是在价格 空间 还是这一个配备上面 都不算太有竞争率 各位会给这个新的中国平台一个机会吗 大家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发表你对它的看法 第四则新闻 Renod 可能和吉利达成合作协议 未来将铁牌生产 零encore 的车款 虽然在之前 Renod 已经在欧洲公布了电动化的进程 但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内燃机的市场 所以他们失去了可以让他们盈利的车型 因此 Renod 就和这个吉利达成的合作协议 将在未来与北美以及韩国市场 生产着一个Link Encore 的车款 在韩国生产的Link Encore 车款 很可能会贴上Samsung的牌子销售 至于在美国 则是用Renod 自己的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Link Encore 只有在 中国跟少数的欧洲市场贩售 如果这一次Renod 可以帮他们进军这个北美市场的话 对于Link Encore 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另外 根据原厂之前的规划 这个品牌将会在 2025 年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我们可以来猜猜看 在2025 年的时候 Link Encore 会在我国市场引进怎么样的车型呢? 第五则新闻 吉利 宾月 S 的专利图在网上曝光 这款车会不会是新的 X50 Pro 呢? 一般来说 中国品牌在推出车款上面 小改款是非常的快速的 基本上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他们就会为车款更新来增加竞争力 而在最近呢就有一组专利图在中国的论坛上面曝光 而这组图呢 就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 冰月 X 的专利图 我们可以在这个 冰月 X 的外观设计上面看到 非常多极力性的家族设计 例如说和这个 博月 X 以及 DL 非常类似的能量风暴前脸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有侵略性 至于在车尾则是采用的连贯式的尾灯设计 看起来和现在的这个冰月或者是 X50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不过在引擎的配置上面呢 预计还是会采用 1.4 公升的 4 缸涡轮增加引擎 以及 1.5 公升的 3 缸涡轮增加引擎 至于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这个 X50 刚刚推出一年多 所以我们相信小改款没有那么快引进我国市场 但是这一款车很有可能就是我国未来的 X50 Pro 的雏形 大家觉得这款车帅不帅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 的全部内容 大家是不是觉得上个星期还有一些新闻 你很期待但是没有看到的呢 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上个星期你觉得什么新闻比较有趣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